回到現場 我們趕快來進行新聞解讀 把時間交給柯瑟 好 那我們先看去年的封關 這個6塊4號 以目前整體的一個媒體的統計 去年差不多跌到961點 那總共跌掉了2.5兆 事實上它的一個比例不高 那換算成每一個股民 賠24萬 粗估 事實上很難去做評估 事實上我們台股慢慢長多 走了36個月之後 出現一個小幅12個月的回檔 算是滿正常的 那琢磨點來講 還是要看今年的一個表現 所以說以目前整體的一個 台股的一個紀錄來看的話 事實上這個2018是開高走低 那是不是延續了這樣的一個 低點之後 在2019可能會先不好 再做一個反彈的這樣的格局 那我們看一個下一個的新聞 那因為目前整體的一個盤勢 大家都滿害怕的嘛 那所以說美國也突然間大漲 也突然間大跌 那大陸來講的話 從中美貿易以來都一直被打得很慘 到目前還是在做主體的一個走勢 所以說很多法人受減的一個機關 就跑到這個債券去ETF 而且國泰或說一些大的一個投信 有在盤面上做一個ETF 而且他買超的金額相當相當大 還不少 對 所以說他這個盤管會怕他整個資金 都移到債券去 對股市 所以說以目前整體來講的話 好像避險的工具是再優於股 那這個群勢是不是什麼時候 這個反轉來講的話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觀察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看下一則新聞 那在PMI 大家看到這個 我都滿害怕的 你看我跌這麼深 事實上PMI是代表整個景氣的一個水準 尤其第50以下代表的整個製造業的 現入衰退的這樣的一個格局 那這裡何時能談上來 跟台股來講的話 我想有予不予去的一個感覺 而且不只台灣 對 大陸也是破滴 美國啦 對 大陸還手帶50以上 所以說這裡來講的話 我可以看出這個股市的強弱度 跟這個PMI很有關係 所以說下一個月有一個PMI的表現 然後列入一個追蹤的一個標的 那另外我們再看下一則新聞 那這裡來講的話 開紅盤 那一般疫情都是 放了那麼多天之後 理論上回歸基本面 那加上中美貿易又開始要做 比較良性互動的一個格局 但是一開盤來講的話 卻大失所望 那這裡來講的話 這個外資的淨多單 竟然減了一萬多口 那代表以往這個 去年來講的話外資都還有一些 蠻大的一個淨多單的一個買盤 那這裡如果說減低來講 然後是代表外資今年又對台灣持比較持平 或比較不好的一個看法 還是要追蹤這個外資的一個 股期的一個雙向的一個措施 那我們看下一則新聞 那生技股這一波 這跌三天之後 生技股來講的話 還是相對比較強勢 而且是一個抗疊的一個族群 因為去年的一個生技股沒有很大的一個表現 但是整個大環境 尤其在號頂被判無罪之後 整個大環境好像有一點稍微做改變的一個動作 而且大家覺得他不會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對 這裡來講 反正生老病死這是 而且他這個醫藥越發達 這個對人類的一個壽命 這個有更好的一個幫助 所以今天帶來一個生技的一個股票 那這是1784的一個基亞 訓練 這個叫做這個再生療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訓練的一個 月K線圖 最近這幾天相對比較強勢 事實上這一檔股票 也彎起來了 我們在周線上有提到 所以月線來講 跌這麼深之後 真的打了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底 那這裡把這裡所有的個股都吃掉 那我們看這個日K線更明顯 日K線來講 它有一個突破的這樣的一個走勢 那我想這樣的一個族群 你看這個底打了多久 打了將近四個多月 真是一個突破的這樣的一個格局 而且我個人看法在這個 所謂的一個再生療法或細胞療法 它是一個整個族群 那上次貴有兩檔公司 另外一檔公司叫3176的基亞 基亞最近有新聞說要到高雄去做 再生醫療 你看這個也突破很高的一個格局 而且基亞你給他看 去年前三季還虧了一塊多 但是它有一個股價 因為未來的一個前展性比較高 所以說整個族群或許會成為未來 今年的一個所謂生技的一個明星的一個產業 那再生療法來講這個很厲害 就是我們在去年11月 去年11月的時候 這個行政院通過了一個 再生療法的一個作用 所謂的再生療法 就是所謂幹細胞 那其實這很厲害的一個 它可以用於癌症 就是說它的一個幹細胞 它在外面培養幹細胞 那會幫你組織一個所謂TCL 殺手細胞 幫你組入人體以內 那你就可以治療癌症 事實上有一些比較可惜的癌症 譬如說胰臟癌 像喉癌 因為位置不好 放射線的效果不好 那如果說這樣的一個科技來講 能進步來講 它直接打到體內 那真的是一大福音 那就是一大福音來講 以後感冒好像吃藥一樣 一下子就好了 所以說一個這個 就是所謂退化性關節炎 那甚至可以長頭髮 我想這樣的一個公司來講 是未來前景很大的一個生技的明星產業 好 今天非常謝謝柯色 也謝謝另外兩位來賓來到我們的現場 每個禮拜天晚上8點到9點 在非凡商業台 非凡股市周報提供您未來一周的操作策略 感謝您的收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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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